這個擋著這麼大的問題 衰敗成這樣子進入江戶病房 然後人家打一個蔣經國的反共保台牌 他們還要說蔣經國是反讀保台 還要扭曲歷史 還要跟國台辦同聲一氣 弄出一個最了不起的台北市長 姓蔣姓郭信啊 王都搞不太清楚 我還是要忍不住要問一下民進黨的梁文傑 你到底你以前是你們的政策會 對於你們的對手都有研究 用這種四個人吃飯 他們來應的人也相信 然後葉元芝還敢動 他們的感動點真低 我們現在脆弱 其實元芝也說到重點 因為他們現在很脆弱 所以老實講 他們是就是說國民黨的人 是需要這個東西 當然就是說 從我們的角度看來 會覺得說中間矛盾重重 中間會有 其實大家互相在算計 但是其實對藍英的人來講 他們是確實需要這個 真的啊 對我們民進黨也曾經有遇過這樣的狀況 2008 對2008年 我們也遇過這樣的狀況 那所以你這個就是一個黨要歷經圖制 但是我覺得 現在就是我看看這個韓國瑜的這些講法 總總就是退出2022 但是我認為他就是20... 你也認為是2024 那他為什麼要說北京也在打他 打國民黨 北京也在打國民黨 我覺得北京不是打國民黨 他這個應該講錯了 而是說北京現在是看不太起國民黨 嗯 就是說路線上面 你幫我們解讀的比較正確 路線上面 北京當然還是 還是要 還是國民黨還是 這個對 對北京來說還是有利用價值的 還是站在一起的 但是他也就是說對北京來說 你看看不太起你國民黨 因為你的四大公投也輸 然後你這個台中這一站也輸 現在看起來你這個 看起來國民黨下一個 你至少到2024年 你找不出來任何一個 可以跟民進黨對正的一個候選人 而且2022還有出包那麼多的縣市首長 對不對 對 但是如果韓國瑜可以看得到說 美國跟日本都不喜歡國民黨的話 那他應該要更進一步指出 為什麼人家不喜歡你國民黨 對呀 國民黨以前是跟美國站在一起的 我記得我們這20年前 我們每次要選舉的時候 國民黨就搬出說 美國不喜歡 民進黨 美國不喜歡民進黨 然後告訴臺灣民眾說 不要投給民進黨 否則你就會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那現在國民黨已經變成是說 連韓國瑜自己都承認 美國不喜歡國民黨 但是這個到底是誰造成的 就是說你國民黨 你自己的路線到底是什麼 我記得這如果我們從小念 先總統講公疑訊 他最後他四個重點就是光復大陸國土 什麼時間三民主義 復興民主文化 堅守民主陣容 堅守民主陣容 他講的很簡單 就是我要站在自由民主的美國領導的自由民主世界的這一邊 我這個是不能放棄的路線 那現在的國民黨 你自己都知道說自己是不被美國喜歡 但是你們到底要做什麼 你接下來的路線到底是什麼 你光是一個賴清德去美國 去宏都拉斯 就可以酸成這樣 光是賴清德跟賀錦麗見面或不見面 就可以酸成這樣 那到底國民黨是要什麼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一張照片 我告訴你背後牽扯出來的更多的辛酸 就是中國國民黨的脆弱 有要救嗎 還是在繼續的病情惡化當中 我個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 他們四個人吃頓飯 然後韓國瑜就說我不選2022 然後其他人每一個人都有 至於2024大家都知道 然後你們大家這個 搓原子湯 然後幾個人交換一下意見 誰做總統誰做副總統 就吃頓飯解決了嗎 這是一個什麼樣奇怪的政黨呢 對不對 而且你們接下來的2022還16加2咧 你不要16減16就好了 那個蔣萬安台北市長一定選得上嗎 台中的盧秀燕昨天冒出一個奇奇怪怪的民調 哇 那個真是超神奇 很多人形容這叫客製化的民調 宜蘭縣的林思廟你還選得下去嗎 雲林的張立 花蓮的復婚旗王朝究竟會帶給整個的一個什麼樣的國民黨的形象 當你們四個人在吃飯的時候 台灣的年輕世代跟這些過去不關心政治的選民們站出來了 從台中中二選區就是一個例子 他們站出來之後 接下來就是一個扎扎實實的討厭國民黨 如果這個風潮這個興起的話 他所發揮的那個海嘯作用 可能高過了2018年跟 2014年的聯聖文三太子耶 今天韓國瑜說 那2022他支持蔣萬安 顯然這個超級主席已經說話了 那台北市的國民黨的候選人誰還敢選呢 對不對要請教民運 可是蔣萬安在1月22號那一天 剛好蔡英文總統說 國民黨的前任的這位總統 蔣經國先生的抗中保台實現中華民國的共識 之後蔣萬安當天也有特別說到 他的名字是蔣經國先生取的 然後他還學習蔣經國先生的情政愛民 然後就不見了 因為我們都在質疑你到底是不是姓蔣啊 你自己不要選台北市長 我們就饒了你了 你選個立委也就算了 那書也拿出來了 郭里伯的兒子的書 我們在節目裡面也展示過 然後蔣經國日記黃青龍也拿出了他這個 抄下來的原文蔣經國說那個兒子不是我的 他姓王的部署王繼春的 那在這一個禮拜當中 那我們打電話給蔣萬安 他的手機是關機的 這個禮拜他們在想辦法去做DNA檢驗嗎 坦白講啦我覺得蔣萬安 他之前在這個飯局上面 他是講說他對於蔣家的議題 他準備好了要正面迎戰 可是你可以看他這個禮拜的表現 就像剛剛蔡姐講他神隱 代表說其實我覺得他 他沒有想像中的這個來的準備的好 代表說他對蔣家的這個議題 我覺得他太忽視了這個外界 對蔣家議題的一個力道 我覺得兩個部分 第一個層面就是說現在引發的是 蔣經國路線的話題 最近在吵蔣經國路線 第二個當然是他的聲勢之謎 那等於說第一個就是說蔣經國路線 你看包括蔡總統已經把蔣經國路線 先取得的話語權 就認為說蔣經國是反共保台 反共保台 是蔡英文總統在致詞的時候定調的部分 但是你看很有趣 國民黨後來再講的 全部都是反獨保台 對於反共這兩個字完全都不講 那非常奇怪就是明明蔣經國就有講 就愛國是反共 反共就愛國 那問題是你看包括我就說 我們第一個階段討論那四個人聚會 我覺得那個照片最大的意涵是代表說 你看朱立倫跟張啟臣被包中間 然後兩個比較深藍的 那個韓國瑜跟趙少康坐兩邊 對深藍被夾擊了 等於說這兩個人這個未來等於說 你還是會走向深藍的路線 雖然我們剛剛在討論就是說大家不要再互相攻擊了 那可是我覺得更大的危機是說 你未來的朱立倫會不會被深藍路線給綁架 導致你又要往這個親中的路線靠攏 那你這樣對得起你之前蔣經國 你一直在講說國民黨路線就是蔣經國路線 那蔣經國所謂的反共路線呢 那國民黨你說得清楚嗎 第一個就是講萬萬沒想到的是說 他講的這句話就引發了蔣經國路線的一個討論 那我覺得這會讓國民黨現在陷入比較尷尬的境地 他自己更嚴重了 那再來講到就是說他自己的聲勢問題 那我們之前花了一個時間在討論說 當時蔣孝顏為什麼要改名為蔣孝顏這件事情 那當然是跟他的仕途有關係 因為之前他是從總統府秘書長 因為布倫的事件 我覺得蔣孝顏應該不會想要再提這個事情了 因為這個事情對他們來講 並不是那麼光彩嗎 因為是他爸爸的那個布倫的緋聞 然後導致下臺之後 因為要東山再起 東山再起變成你要再 強調他是蔣家的兒子蔣經國的 這個親生的孩子要選舉 因為二十年前你蔣家還是有票的 你打著蔣家的旗幟 你還是有票 他如果不管是要選立委 或是後來的臺北市長 他打著蔣家的旗幟 可能大家會 也許會 聽到蔣家要起立 所以可能 所以那個時候才會 對 而且我插嘴一下 那個時候他那個精華飯店床單事件 那也是因為他是蔣家人 再加上李登輝總統 其實是還蠻嚎惑他的 因為那時候他是李登輝總統的秘書長 沒錯 對啊 所以這個新聞界跟其他的人 大家就再加上那個女主角也不見了 而且你去查那個新聞的標題 他會幫他嚇說是有史以來最短命的 總統府秘書長 因為他才當三十五天就下台了 對 然後他跟他太太開記者會就辭職了 然後他還寫了 他還寫了一張紙條 給那個女的說 我會跟黃美倫離婚 對 那個保證書 但是那個紙條到底哪裡出來的 我們周天睿大哥應該出來再好好的報個料 因為當時報這個料的是周天睿 對 所以那個時候的新聞界 還鎖定了一些對象 這些對象都不承認 到現在這件事情還是個謎 沒錯 所以我覺得說蔣萬安 你在講你是蔣家人 你的爸爸這件事情就要被好好再來追蹤探索了 不是嗎 坦白講他就是維持他二零一九一九年的基調 因為他當時就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就說蔣只是跟我有血緣的關係 他並沒有去再去強調說我的名字是什麼 誰取的誰取的 我覺得你就不要再論述這件事 你要再論述這件事 那坦白講大家要不好意思 要翻出你的過往了 那意思說他上一次他選立委的時候 第二屆選立委的時候 沒有強調他是講沒有 他就淡淡地講 就是說那個只是血緣的關係 那他我覺得那時候比較有尬值 代表說我是要靠我自己發光發熱 我覺得他這個基調就好了 可是問題是你現在突然優距在提起這件事情 那不是大家要翻出你家的過往嗎 對 明宇也是資深記者 我跟你說他說他萬安確實 萬安市蔣經國取名字 這件事情是只有張孝妍轉述 因為我是引述張孝妍的話 在我的書裡面 然後我當時還問他 因為他的蔣萬安的姐姐 是惠蘭惠雲 他們是用這個蘭 跟那個就是花的名字 然後這個孝慈的女兒叫做惠菊 然後接下來就是他們各自 這雙胞胎各自有一個兒子 孝慈的兒子叫張淨松 就是蔣有松是不是 有一個叫蔣有松 然後中間他是把有改成靜 就松柏長青 對 松柏長青 那是低系的 那蔣萬安這個名字 從頭到尾很難證實 因為就是張孝妍自己說的 那我問他說為什麼不是取有自備 他沒有給我做解釋 因為你是測試生的 就不會是有自備對不對 從那個角度看 但是當時他是說因為去逃難 那我忘記了我到底有沒有寫他不忘本 我覺得蔣萬安自己加進去不忘本 這三個字 這個才是過分的地方 你就證實了 他上一次選舉的連任的時候 因為他其實第一次選舉 他也很少講他是蔣家的第四代 坦白講這個立委是大家大選區一起選的 很少人會去像那個上次那個炎家 你這麼的細細的檢視 所以這一次是他自己要說我是蔣家的 這個名字是蔣經國取的 然後是這個要學習蔣經國先生的公與過 他還要承擔 對 然後這個話講得好大氣喔 然後接下來呢 又說這個蔣經國情政愛民我要學習 天哪一個禮拜你公與過承擔 光你是不是真的他的孫子 這個第四代你都沒有辦法來這個面對台灣社會了 他要怎麼辦 現在討論的這些議題很嚴重耶 包括扯出了張亞若女士這個人 包括扯出了蔣經國到底有幾個哪女朋友 蔣經國的女人很非常多的 我也是蔣經國女人的專家 然後呢更別講張亞若究竟有多少的這個 過去的第一次婚姻 然後就後來做那個軍閥郭里伯的測試 如夫人 然後中間又出現一個王繼春 又出現蔣經國 這麼不堪不是都是蔣萬安害的嗎 我覺得兩個層面啦 第一個我認為說這個蔣萬安你現在已經從政了 你至少要像你的堂兄弟啦 像這個蔣友伯至少人家是有尬子的嘛 他願意就是承認說 他的阿公當時是這個筷子手 殺了這麼多人 他願意要道歉嘛 那你至少對228的這個醫屬的這個家族啊 你至少應該表達歉意 可是他連碰都不碰 這個我們對他是失望的啦 那第二個講到這個就是說 他的身世的問題 當然一路要接受到張亞若 當然是蔣姐是那個張亞若專家 前面前面你出兩本書了 對還有誰殺了張亞若 這個更嚴重 對你出了兩本書了 那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認為他還是要去面對啦 那包括你說要講到歷史的過往 我認為就是看了張亞若女士 因為他短短二十九年的這個生命嘛 可是我覺得他也是蠻這個時代下的一個犧牲者啦 因為他其實就是一個非常活潑的一個女性 他受西方的教育嘛 他雖然是女子學校 可是他比較偏西方的教育 所以他就是比較活潑啦 比較愛玩啦 所以他跟他第一任老公嘛 就這個唐英剛 因為是一個法官 就非常非常的保守 所以等於說他們的婚姻是非常非常的不幸的 不幸之後 他還生了兩個小孩子 後來唐英剛就不幸自殺嘛 自殺身亡之後 然後他因為這個唐英剛的家人 對他的不諒解 所以後來他就是被抓進牢裡面去 然後再來就碰到了他第二個 就郭里伯先生 郭里伯先生就把他這個 因為也是一個結識 把保釋出來嘛 那當然這過往啦 我覺得那個蔻姐 一定是比我們更理解 只是說他的 這是郭里伯兒子寫的 後來寫的 那當時他兒子也拒絕被我訪問 是 這段我不知道 當時 這是他後來寫的 是 那當郭里伯在他的這個父親的這個書裡面 他也有寫的蠻多的啦 寫得很細節 那最後還有包括蔣經國跟王繼春 就是說這四個人跟張亞若的關係 當然我覺得是一個時代的悲劇啦 因為也沒有人想就是 因為他可能個性比較活潑 所以跟這些男的都有一些這個過往 而且在時代裡面是 他是被政治性謀殺的 如果我是蔣萬安的話 我很想知道你蔣家到底是蔣介石派人殺他的 還是蔣經國身邊的情報投資殺的 還是其他的國民黨人殺的 不管怎樣 一定是國民黨人殺的 對啊 因為哪有那麼巧 你為什麼不想知道 你為什麼不想知道 然後送去醫院 然後醫生打了一針 然後就突然這個 這個就身亡了這樣子 對 好這個蔣萬安的這個選舉呢 在台北市 我要請教文傑 這個先問一下文傑 那個蔣萬安的身世 究竟是他的資產還是他的負債 從某個角度來講是他的資產 因為他這樣他在藍營裡面 對 在藍營裡是他的資產 在中間選民裡呢 在中間選民 中間選民可能不是很 不是很care這個問題 但是在比較更 更往 往綠的這邊靠的話 當然這個他是負債 那所以你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他的這個身世 就是紳士的這個種種玄妙之處 就是過去其實並沒有人拿出來 真的做過檢討 其實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 就是說台灣人對於人家這個家 家庭的這些事情 政論節目很少這樣子 基本上不太談 那當然這個事情 真的要談的話 就是真的有好幾種版本 那我覺得這個 因為他要選市長 所以他必須 這個事情也是他要面對 而且據我們知道 這我以前也曾經好奇過說 為什麼 張孝妍他可以在台北市的 護政事務所改名啊 對啊 為什麼可以改名 因為後來 後來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不是根據驗DNA 也不是什麼 甚至包括蔣家人 也都沒有出來證實 對 因為那時候蔣經國也過世了 蔣家的後代 沒有人要幫他出來證實這個事情 然後他是拿了那個 好像是拿了王生的信 王生有給他生活費 對王生的信 然後說 然後去跟這個護政機關說 這個就用這個來證實 但是事實上是當時是政府 其實是陳水扁總統 行政院長 跟內政部 民進黨人 對這些人都還蠻寬容的 中間有點曲折 就是當時有傳說 這個張孝妍跑去了美國 去找是當時他的這個養母 就是他的 舅媽 舅舅 然後就是去證明說 他們兩個之間是 他身分證上是舅媽 跟舅舅做父母 然後他去證明那個舅媽不是他媽 對 不是他媽 這樣可以證明蔣經國是他爸爸 還有這個就是剛剛講說 那些撫恤的一些信件 這是據這個種種理由 但是在我們的採訪過程裡面 從來除了張家沒有人證實過 他是蔣經國的兒子 那張孝妍當時是政治性的 這個來想要用信蔣 來發展自己的政治前途 說要問你名譽 究竟這一個禮拜以來 各界對於蔣萬安到底是不是蔣家的兒子 所生的兒子這件事情 直線於八卦嗎 藍營裡面的人對這個問題感興趣嗎 我覺得兩個 我覺得兩個年齡層 通常大概是四五十歲的年以上的年齡層 會對這個蔣家的背景是比較有興趣的 可是你知道我那時候在記者是坐我旁邊 是一個八十三年次 一九九二年次的這個小弟弟 我就跟他 我也是跟他討論這個姓蔣的問題 他就說蔣經國是誰 他就完全完全的 都完全不會有影響 一九九二年生你原諒他吧 因為蔣經國七十七年就過世了 對啊 那等於說對於姓蔣的 對這些年輕人來講 是完全沒有記 那我覺得年輕人對於蔣萬安 更care的是說 他除了姓蔣 對那你到底做了什麼事 那坦白講就是蔣萬安 他這個除了律師的資歷 然後這個立法委員只有一屆多 今年第二屆 然後在立法裡面的表現 其實是乏散可成的 大家對他印象還只有停留 在一粒一休 他就是那種戰神 在那邊講了幾個小時之外 另外所有的都沒有聽到 那大家現在還有印象 就是說當時蔡正昌在問他萊豬的事情的時候 他出了一個大誌 他還講說那你在美國你有沒有吃 就他兒兒兒講不出來 所以但除此之外 你就譬如說在立法上面 或是說在任何的政策推動上面 他整個政績是乏散可成的 那變成說到最後你的政績只能回來 就是只能講說你信蔣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蠻可悲的 所以最後講就是說 你看包括連好龍斌跟趙少康 都看出這個危機了 所以好龍斌才會去喊出藍白河這件事 藍白河這件事 其實根本就是唱衰蔣萬安 蔣萬安認為說撒卡都委會贏 結果他在講勇猛講說撒卡都委會贏的狀況之下 你好龍斌前市長跑出來講說 沒有沒有沒有我們要藍白河 那你不就擺明看衰的蔣萬安嗎 對不對 你覺得黃珊珊一定一定會拉到蔣萬安的票 你才喊藍白河 所以說我覺得說蔣萬安是不是第一個太高看自己 在忽視民進黨的戰力了 所以旁邊的人才會替你著急 那再來我覺得蔣萬安要趕快去 去說去講一下自己到底有什麼政績 不然你整個政治你就 就只能陷入在你是不是蔣家仁這個話題 對他是不是蔣家仁會到了最後一天你知道 而且蔣有波絕對不會幫他背書的 不要出來替他已經很好了 那其他的這些人呢 大部分都已經先世了 可是現在還在人事之間的這些蔣家仁呢 最後會怎麼樣的來 這個是不是願意做DNA鑑定 或者是張孝妍本身對於這件護證上面的登記 所以看起來也是違法 我們剛剛討論的 鄭南宮也是那個 差不多這個時候 就是民進黨的這個縣長不給他被查 然後中央當時內政部長是黃楚文 就幫他過關了 然後陳水扁當時的內政部長是 據我查出來的應該是蘇家全吧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民進黨的政府對於蔣家仁 到現在都還是這樣子 公公儆儆